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联邦大选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 各主要党派加紧拉票进程 支持率稳步攀升的新民主党成为众矢之地 阿富汗坎大哈监狱上演现实版月遇 470名犯人从地道中逃脱 其中包括100多名塔利班头目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迪利波里关底 遭北约战机轰炸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针对一名失踪的三岁女孩 发出安省安破警报 今早已经被取消了 但是在安省的Sauce Marie市的警方将会继续设法寻找这名女孩 女童名叫Lila Elizabeth May是在案计划与母亲传聚后被拐走 之后Sauce Marie市警局发出安破警报 警方相信拐走女童的人正是她21岁的母亲Christiane Barsanti 此案目前已经被列为失踪人口案处理 失踪的女童身高三尺多重40磅 蓝眼睛金色长发 最后出现时穿绿色运动衫 粉红色防雨外套以及粉色有兔子图案的防雨靴 她的母亲身高五尺二寸 重115磅 留棕色披肩发 当局呼吁知情者拨打705-949-6300通知警方 Walk TV 李超报道 加国方面 联邦竞选大战进入最后一周的冲刺 各主要党派也加紧竞选活动的进程 随着新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稳步攀升 该党也成为另外两大主要党派的攻击目标 自由党党魁叶里婷今天来到安省的雷湾地区拉票 在自由党今天公布的一则竞选广告当中 将保守党领袖哈珀和新民主党领袖林顿的头像 分别作为一元硬币的两面 寓意两党本质相同 另外 自由党还抨击新民主党领袖林顿的政策 不切实际 无法真正实施 保守党领袖哈珀今天主攻 新民主党在安省的稳固阵地 Sousie Marie以及温莎市 哈珀在近期的电视访谈当中表示 新民主党民意支持率攀升 是件有趣的事 但可能是因为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 目前正然与第二名的自由党 保持着两位数的差距 哈珀的竞选重点 更多地放在了争取赢得多数议席的方面 哈珀还表示 在保守党上台的100天之内 将会通过一系列搁置已久的司法议案 新民主党领袖林顿 今天的行程由新布伦瑞克省开始 在魁省结束 林顿表示 该党近来支持率上升 表明选民们对国会现状的醒悟 以及希望联邦政府出现新力量的期望 在上周五和周六 加拿大选务局已经开放了 5月初大选的提前投票站点 今天这些站点将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 继续对选民开放 此次提前投票的具体票数将会在明天出炉 选务局表示 选民的热情高过预期 一些选举点出现了排队的局面 选务局提醒选民 在投票之前要先在投票站登记 登记时需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 而投票站的地点 则可以在选民讯息卡 以及选务局的网站上找到 此外在本月26号之前 选民还可以登记进行特别投票 登记此项投票的选民 可以在投票站领取选票之后带回家中 并可以选择在5月2号之前的任何时间投票 WOW TV 李超报道 国际方面的先生 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利一所监狱 今天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粤狱 470名犯人当天凌晨从监狱的一条地道当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脱 其中包括100多名塔利班的头目 警方目前只抓获了其中的13人 塔利班已经宣称对越狱事件负责 塔利班发言人今天证实 武装人员5个月前开始在监狱南边的 一间小屋中挖掘地道 地道全长320米 穿过连接喀布尔和坎大哈的 主要高速公路和政府设立的安全港哨 当地时间24号晚 隧道终于挖成 塔利班事先已经将计划通知了3名囚犯 在这3人的带领下 541名犯人用了4个半小时顺利逃脱 其中包括106名塔利班头目 坎大哈监狱负责人说 塔利班在地道中部署了大量的爆炸物 政府只能等爆炸物清除后才能开展调查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发言人表示 越狱事件对政府来说是一个灾难 约25000名日本自卫队士兵 今天前往东北部灾区搜寻地震海啸的遇难者遗体 日本311发生的大地震和海啸期间 确认约14300人死亡 仍然有12000人下落不明 失踪群体当中大部分被认为已经遇难 而他们的遗体或被海啸解入大海或依旧埋在镇后的废墟当中 24800名自卫队士兵将展开为期两天的大搜寻 日本警方和海岸警卫队 美国驻日部队都将参与到此次搜寻行动 此外政府已就允许加住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0公里内的民众 回家取生活必须平等做出具体规定 规定包括居民最多只能在警戒区逗留5个小时 其中最多在家中逗留2小时 每户人家只能派一人回家收拾 将由大客车统一运送并由地方官员陪同 必须穿着防护服 但返家的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 另据报道 日本福岛县政府今天开始派遣工作人员 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半径20公里的警戒区内 屠宰因无法获得饲料而濒临死亡的牛 猪 鸡等家畜和家禽 北约战机今天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迪利波里的关底实施轰炸 利比亚政府官员谴责北约企图杀害卡扎菲 并称轰炸造成45人受伤 卡扎菲的办公室受损严重 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市中心 当地时间25号凌晨 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 袭击目标和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有报道称 三声巨响过后 利比亚三家官方电视台短暂停播 大约半小时内信号恢复正常 这是迪利波里迄今遭遇的最强烈爆炸 叙利亚南部德拉省当地时间25号凌晨 又发生冲突事件 有目击者说至少有11人在与政府军的冲突中死亡 据悉 过去三天已经有大约300人 在示威活动中被逮捕 报道说 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当天实施宵禁措施 叙利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稍早时的报道说 叙利亚示威人群23、24号与政府军发生冲突 已经造成超过120人死亡 另外有百余人受伤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本月21号签署了三项法案 包括解除1963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 撤销1968年成立的最高国家安全法院 以及和平游行法案 三项法案自总统签署之日起生效 但是该国的反对派示威活动 却没有因此平息 回去新闻到这里 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北京市大兴区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 造成17人死亡 24人受伤 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火种采集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